你只要把这个魔术学会了 在跟你朋友一起聚会的时候 就可以让你瞬间成为焦点 接下来我们来先看表演后看教学 首先请你在里面随便的选一张 随便选 任何一张都可以哦 知道吗 OK 然后记住它 记住了 好 再给它放回来 好的 我的工作呢 就是要把你那张牌给找出来 所以接下来我就把牌给它这样子洗一洗 好 当然了这样子洗肯定是不够乱的 所以我要给它增加点难度来看着 我就把这牌给它这样子一阵一反了 给它这样子乱倒 看到没有 好 好 像这样子的话整副牌都会被我弄的 非常非常的乱对吧 是的 OK 好 来我们来进一步确认 来看一下 确确实是有朝上的 也有朝下的对吧 你看非常非常乱 好 接下来你信不信 我只需要打个响子 刚才原本很乱很乱的 有朝上也有朝下的 它就全部还原了 怎么可能 不相信是吧 不相信 好 来看的 打个响子你发现了 它就全部还原了 非常的不可思议 来看一下 天哪 太不可思议了 不是 还有一张 唯独只有字张没有还原 非常的可疑 那你还记得你刚才选那张是什么牌吗 红桃2 红桃2是吧 是的 好 来看一下 红桃2掌声鼓励一下 非常的不可思议 来 检查一下有没有问题 怎么回事 太不可思议了 天哪 你也太厉害了 是啊 直接就给你还原了 对啊 好的 在教学之前 我先说一下 我作品里面还有很多的魔术教学 喜欢魔术的朋友 一定要关注一下 还有待会把这个魔术学会了 也记得帮我点个赞 评论一下 好不好 好 现在就直接开始教学 首先第一步 会让观众随便的选一张 比如观众选到这张牌 来看一下是什么牌 观众选到是一个红桃4 对吧 好 然后呢 我们在观众看牌的时候 我们就把牌给他分成两份 然后呢 让观众呢 就这样子 手一伸过去 让他放这边 放上去以后 我们就直接用拇指往外推 用这个小指跟顶住啊 好 然后再把剩下这些牌给他盖上去 现在呢 观众的牌呢 就是在这里了 OK 好 从正面观众看不出来 然后呢 我们就要进行第二步了 好 那如何做到呢 其实只需要一个步骤 非常简单啊 来看着 我们只需要把底下这一半呢 直接给他拿出来 然后在上面做一个假洗就可以了 好 这个时候观众的牌就在最底下了 然后呢 我们要进行下一步 下一步的话呢 我们就要把牌呢 给他这样子拨一个弯曲 对吧 拨完以后呢 他就会有一个弯曲啊 至于为什么要有个弯曲 待会你就明白啊 好 拨完弯曲以后 我们就要进行下一步了 就直接把牌呢 随便拿多少张都可以啊 就按照我这样子做就可以了 来 就这样子啊 来回这样子来回的乱倒啊 给观众感觉一种错觉 好像会很乱很乱呀 实际上一点都不乱啊 他还是一半朝上一半朝下 就是这样子啊 好 如果你不懂这个原理的话 你就拿着牌照做就行了 照做你一定能成功啊 好 就是这样子 一直这样子来回的乱倒 OK 好 但是一定要记得 一定要留最后一张 在这里啊 因为这张就是观众选的牌 所以呢 我们千万不能这样子拿开来 拿开来就穿帮了 就露线了啊 所以一定要留最后一张 留最后一张以后呢 我们就直接把它放到最上面 这边这边来就可以了 好 以后呢 把牌收起来 这个时候呢 我们呢 排斥自动状态 来看一下 一半朝上一半朝下 对吧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要给观众检查一下啊 来给你看一下 对吧 你看有朝上有朝下的 对吧 好 看完一次 第二次的时候 我们就一定要找到 这个背靠背子里面啊 找到背靠背子里面 好 也就是它的一个交界点 好 刚才我们拨过牌的 来看一下 对吧 就有个缝隙啊 因为有个弯区 它就会有个缝隙 我们直接呢 找到这缝隙 直接给它这样一拿起来 来看一下 对吧 有朝上的 有朝下 有背靠背的 对吧 好 直接这样子摊开来给它看 然后呢 我们就直接把这幅骸呢 给它放最底下这边来就可以了 直接这样放最底下这边来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直接这样子摊开来 哎 它就会还原了 刚好呢 哎 只有这张没有还原 就是观众选那个红巧思 对吧 非常的简单啊 好 学会的朋友 记得帮我点个赞 关注一下啊 好